表哥的打赏箱 昨天的八点档你看了没有 真的好精彩哦 我根本都舍不得离开电视 一直盯着不放呢 张妈妈还有陈妈妈 你们好 美心啊 放学回来了 对呀 来来来 下星期社区有音乐会 欢迎大家一起来 音乐会好啊 我最喜欢听音乐了 我也很喜欢 先等一下 门票三百元 是啊 因为这次没有经费 所以才会希望大家买门票支持 演出的音乐家都很棒哦 我保证一定会有个愉快的夜晚 这个嘛 如果要门票的话 如果是免费的我就去听 如果要花钱就算了 好 没关系 美心啊 记得要把爹拿给爸爸妈妈哦 知道了 妈妈 里长说下个星期会举办音乐会耶 真的 那我们去听吧 可是要门票哦 使用者付费本来就是应该的 使用者付费 对了 看到这个低音我才想起来 你的大表哥也在从事艺术表演的工作哦 真的吗 我好久没有看到大表哥了 听说他明天会到我们这附近表演 我们去找他好了 好嘞 欢迎光临 来啊来啊 好像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 人也好多 大表哥都得在哪里表演呢 我看到他了 他就在那边 对对对 表演的什么 就看看 这有什么是什么 他做什么 看一下嘛 看到什么 这看起来不错 哇 是大表哥 观众这么多 看来他很受欢迎呢 好棒哦 谢谢大家 今天的演出就到此结束 如果喜欢还希望大家不另打赏 大表哥表演得这么精彩 一定会有很多人打赏吧 走走 先回家哦 谢谢 谢谢各位 阿姨还有美心 你们怎么来了 你的表演很精彩呢 对啊 大表哥 你真的好厉害哦 真的吗 谢谢 谢谢 可是 刚刚明明有这么多观众在看 为什么打赏的人缺这么少呢 其实这样很平常啦 我常常一场表演结束 打赏箱里面的钱 就只够买几个便当和饮料 大家可能觉得 我的表演不够精彩吧 谁说的 如果不精彩的话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围观呢 而且大家明明都看得很开心啊 掌声跟笑声都很大声 观众掌声多 喜欢我的表演 我当然很开心啊 但是打赏是更实质的鼓励 能够支持我继续努力下去 这是因为大家都欠缺 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又是使用者付费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看 隔壁的百货公司 有那么多人提着大袋小袋 餐厅也都大排长龙 你们觉得那些人有付钱吗 当然有付钱啦 为什么大家去餐厅吃饭 或是逛街买东西 都会觉得付钱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心满意足 看完我的表演后 却不愿意打赏呢 记者现在来到 沙雕艺术节的现场 为大家进行报道 今年的沙雕艺术节 为了培养民众 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开始着收门票 没想到游客却因此 大幅减少人气锐减 妈妈 到底什么是使用者付费啊 为什么大家一听到要钱 就不去了呢 还有 上次里长发音乐会DM的时候 张妈妈跟陈妈妈也是 一听到要收门票费 就说不想去了 另外 表哥的魔术表演也是 哦 使用者付费是一种公平的概念 不管你是要买东西 还是看表演 都应该要付出对等的费用 这样才合理不是吗 但是大多数的人 总是喜欢谈小便宜 希望得到好处 又不用付费 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 表哥为了当魔术师 花了好多时间练习 也花了很多钱买道具 这些都是成本不是吗 对啊 比如说 餐厅的大厨都是从洗菜 切菜开始 医生也是需要长时间 钻研苦毒养成 可是 我们不会要求吃免费料理 也不会请医生免费开刀看病 或是逛街买东西不付钱 但为什么却对艺术工作者的专业 经常不以为意呢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妈妈 我们什么时候再去看 大表哥变魔术啊 我想用我的零用钱 给他打赏 好啊 那我们下周再去捧场 大表哥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们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贪小便宜 牺牲了艺术工作者常年累积的心血 使用者付费是一种公平尊重的观念 各行各业都适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